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千七百七十五 所以总共是一千七百七十五公克 哥哥好厉害 狐狸猫 那这样是几公斤几公克呢 一公斤是一千公克 一千七百七十五 等于一千加七百七十五 所以是一公斤七百七十五公克 正确答案很不错 不过像这样的计算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用哦 先把两个要相加计算的重量都换成公斤与公克 因为一公斤等于一千公克 所以水壶一千三百二十五公克 等于一公斤三百二十五公克 背包四百五十公克 因为没有超过一公斤 所以不用换 再来可以利用直视来做计算 这时候要注意两个单位要分开写 公斤比较大 写左边 公克写右边 之后把两个物品的重量对照单位写下来 分别计算后得到一公斤七百七十五公克 最后净查七百七十五公克 没有超过一千 所以不用换算 哇 这个算法也会得到一样的答案耶 这就是数学有趣的地方哟 狐狸猫爸爸准备了一公斤一百公克的乌龙茶 以及二公斤五百公克的桶装水 总共重几公斤几公克 答案为三公斤六百公克 必用直视分别写出两个单位来做计算 公斤和公斤相加 公克和公克相加 最后得到三公斤六百公克即为答案 因为公克部分只有六百公克 没有超过一千公克 所以不用再换算 我的背包准备好了 总共重二公斤三百三十公克 背起来蛮轻松的 哇 你的背包好轻便哦 我刚刚测量了我的 结果重三公斤五百七十公克 怎么那么重 你是不是塞了很多饮料 对呀 被你发现了 不过这样的话 我的背包比你的重多少啊 我来算算哦 要用减把三公斤五百七十公克 减掉二公斤三百三十公克 可以用直视来把两个单位分开计算 公斤和公斤对齐 公克和公克对齐 三减二等于一 五百七十减三百三十等于二百四十 结果是一公斤二百四十公克 我的背包比你的重好多啊 看来我还是少带一些东西好了 嗯 这样比较好 不然到时候你走到一半 体力就受不了了 相机和脚架总共重二公斤五百三十七公克 其中脚架部分重一公斤四百二十五公克 则相机重几公斤几公克 答案为一公斤一百一十二公克 利用直视分别写出两个单位来做计算 公斤和公斤相减 公克和公克相减 最后得到一公斤一百一十二公克 即为答案 重点整理 重量的加减计算有两种方法 一 全部换成公克 二 全部换成几公斤几公克 最后有个问题让大家练习一下 笔记型电脑一公斤五百公克 平板电脑八百公克 请问笔记型电脑比平板电脑重多少 antiqu sera 地公斤一公斤一公斤 are 估计算有两者 它腿几公斤という我金银以上